清道夫啊 看不见全部都哭奔奔啊 这个应该是死的吧 他们说这个清道夫 犯几天浴水浓冬 浴水则活的僵尸语 很玄幻是吧 说真的兄弟 你这个归玄学管不归科学管 不过我看了一下 视频之前确实有讲过清道夫 说是复活 但他其实本来就没死透 应该是被人为裹上泥浆 因为清道夫是外骨骼 假翘后 所以晒干之后 隔骨腮盖这些地方就被固定住 没办法动它们 奥队中间还有保护好的腮丝 避免因为时间太长暴露在空气中而黏在一起 这样一来 假此的现场就铺垫好了 后面浇水复活的假象呢 是因为清道夫胃部的毛细血管丰富 整个胃表面还存在扁平呼吸道上皮细胞 只需要清道夫在没有肺结构的情况下 也能张开嘴利用胃来从空气中获得氧气 不过这顶多算抢救 事实上没有任何瘾能被晒干后复活 之前还有一篇文章说一条叫 黑马的非洲肚瓷肺鱼 肺不能储水 当地农民就把它对自己嘴猛一挤 就能喝到它存的水 之后它又被糊到墙里 四年来忍着不死 最后凭借自己的毅力回到河里 重获新生 咱先别管这鱼为啥有名字 而且还是黑马这么玛丽苏的名字 揪 如果你盖房子突然发现墙上有条鱼 你为什么把它揪出来 而且这配图里的小鱼竿压根就不是废鱼 也没有文中所谓的肚瓷肺鱼这么个分类 所谓废鱼其实是肉骑鱼压刚 肺鱼总牧的一个统称 它们已经存在了四亿年 是地球上活着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 不过我猜这个肚瓷肺鱼说的可能是非洲废鱼 那种传言非洲人能从土里挖出来的鱼 应该指的就是它 一般的鱼类是用腮从水中获得氧气来呼吸 但非洲废鱼既能在水里用腮呼吸上岸 然后又能直接用肺呼吸 这个肺其实就是它的鱼镖 上面分布着许多小气囊 功能类似其他脊椎动物的肺 能充分进行气体交换 而且成年肺鱼腮萎缩的比较严重 已经不能靠腮来完成呼吸了 在水里待久了反而会淹死 但是非洲废鱼的鱼镖并不能储存水 所以文里说的能挤出它的肺囊中的水来喝 纯属就是瞎编的 不过非洲人从土里挖它出来吃到是真的 在河流湖泊即将干涸的时候 它会非常勇敢地将自己活埋了 就像这样在淹泥里挖20厘米的洞 再依靠体表分泌的粘液和泥土混合成一个碱壳 保护自己的身体以及减少水分流失 之后它会留一个小通风口 然后保持头部朝上的姿态 用表呼吸 这就开启了漫长的下眠模式了 这段时间里它的代谢率会降到60分之一 以原有的脂肪为生 一直等到下一个雨季到来之后再钻出洞穴 在完全干涸的情况下 整个休眠时间能达到6个月到一年 4年那是指最长休眠时间 这需要外界环境不是完全干涸才能达到 被封印到墙里4年那必然是不可能了 都成干了 而且它也没办法靠蹭蹭墙就能挣脱出来 跟青道夫不同 废鱼的身躯还是比较柔软的 所以只能等到雨季来临 水充分地浸湿土壤 剪壳软化了它才能挣脱出来 在这之后它会利用自己的腹脊 支撑自己的身体爬向附近的河流 过程中它们既能像四族动物一样 手脚交替前行 也能走出同手同脚方阵 这就是行走的鱼 它也因此被科学家认为是破解 水生动物进化到陆生的关键 在知道非洲废鱼下面的习性后 当地土著就会在旱季 扛起锄头去挖鱼 逮到洞穴的通气孔就直接开挖 据说它们还会利用 废鱼作茧的特性 把它放到清水里养干净 再丢到调好味道的面糊里 飞鱼就会误以为旱季到了开始糊壳子 这时候就能把鱼和面糊壳子 一起放火上烤着吃了 有人就说了 难道这非洲废鱼的生存能力强 却还没有大规模饭了 原来都是被吃了 实际上虽然它能离水呼吸 能度过旱季这种特殊环境 但在没旱季的地方就没有用物之地了 虽然它怕低温 也没有肉食于应有的势力和灵密度 反而行动缓慢 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 除了非洲废鱼 其实还有魔疆 虽然快灭绝了 还有弥塞鱼 这些都绝对称得上是生存大师 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接着聊聊 所以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评论哦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关注收藏评论点赞哦